美方所谓忽兰 是彻头彻尾的科技封锁和保护主义行径 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 不断泛滑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甚至不惜牺牲盟友利益 胁迫一些国家围堵遏制中国 人为推动产业链脱钩 锻炼 严重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 严重阻碍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以多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我们还要强调的是 遏制打压阻挡不了中国发展的步伐 只会增强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决心和能力 为维护一己霸权之私 绑架国际正常经贸合作 终将作茧自负 我们希望各方从自身长远利益和公平公正市场原则出发 恪守国际经贸规则 同中方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维护各方共同利益 维护各方共同